前劳动部部长潘世伟请辞获准之后 行政院今天表示 他的职务由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陈雄文接任 陈雄文也在下午召开记者会 从8月20号开始 我会正式接任这个劳动部部长 继行政院上午发布消息后 台北市副市长陈雄文也亲口证实 将接任劳动部长一职 陈雄文承认环保署空保处处长 开增空气污染防治费 对于改善台湾空气品质 点点基础 在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任内 成功举办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布兰会 上任后的第一个议题 就是基本工资调涨议题 只要有时间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拜访劳团 我想坐下来 听听大家的意见 基本工资应该要有调涨 但是调涨的幅度是多少 我想这个我们应该要尊重 这个基本工资的省委员会 陈雄文表示 但实际调涨幅度人 应考虑全国不同县市的产业能力 及劳工生活需要做通盘考量 而对于派遣劳工保护法部分 陈雄文表示 希望能够尽快地得到 不同立场的立法委员的支持 那我也希望能够尽快让这个法案通过 他是具有各方才能的一个通财 我相信他做劳动部长可以做得很好 肯定陈雄文的能力 郝隆斌也宣布副市长宜缺 将由台北市政府秘书长程永仁升任 新唐两天电视高建楼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导 未经许主管理 在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